有信念, 我相信我做得到 要做就盡力去做, 我不想自己後悔 敢想, 敢做 一直以來我都有一個夢想 現在我要踏出第一步 能力越大, 責任越大 為了幫人, 你可以去到多準 對, 責任越大 對, 責任越大 他們一天的生活費 大約只有兩元美金 即是十幾元港幣 其實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在香港成長 生於一個無憂無慮的家庭 經濟環境都是富裕 而且有一個很良好的教育 但是我知道世界各地 很多其他地方的人 連溫飽都沒有 那就不要再說教育了 所以我有時就覺得 既然現在是自己有一個能力 或者有一個機會的話 都會想出一分力 當年有機會入到劍橋 得到優秀的教育, 是很感恩 很幸運我遇到的同學 都因為有得到良好教育的機會 而更加想去幫人 很幸運 沒想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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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看我們柬埔寨 一間學校的網站 我們現在是容納到150個學生 沒錯, 差不多 150個學生 在幾年前剛剛畢業的時候 我們幾個同學 成立了一個慈善機構 搞異學 有書讀不是必然的 我們見過落後地區小朋友的情況 最後決定在柬埔寨建一間學校 而這麼有心的同學 就是Danny 和來自英國的Lawrence 其實這些事真的要從小開始做 不可以經常說 我現在努力賺錢… 我覺得是可以相互相成 可以一直理會自己的事業 和生活奮鬥的時候 也同時可以回到有需要的人 經常有人這樣問我們 為何不在內地開業 或者是否幫其他本地的學生 我想緣分 因為那時候去 因為在那裡想做一些學目 但去了之後 發覺他們很需要幫助我的小孩 所以說不如我們就在這裡開始吧 我們在距離 淺粒百多公里的馬德望 找到一條村落 那裡的小朋友 小時候就要出去打工幫補加計 未必個個都可以上學 我們成功說服當地村民 可以在那條村裡建一間學校 給小孩一個得到教育的機會 學校就在2017年成立 學校至今已經運作兩年 有大約150名學生 我們希望籌到三百萬港幣 為學生擴建校舍和安裝電腦設備 改善他們的讀書環境 但是用什麼方法籌款呢 Lawrence就試過用九個月時間 由倫敦踏單車到香港 我們就靈機一觸 決定用踏單車的形式籌款 目標是28天內 由香港踏單車去柬埔寨 從香港踏單車去柬埔寨 走運動是一個驚喜的方法 可以看到的地方 通常你會飛行 飛行的時候 你只會看到一間公司 然後到另一間公司 但在走運動 你會看到中間的東西 對我來說 個人來說 我不會覺得很難 雖然我沒有練習 28天, 踏2500公里 由香港踏單車去柬埔寨 我們希望可以將過程記錄下來 製作成節目 這個旅程對我們來說 絕對不是儀式 公司就叫我找多個主持 途中多個照應 我覺得一個漫長的旅程 最重要是有動力 當有位猛男在的時候 就會給我很多動力 所以一定是幫到我們 幫到我 最後Brian被公司選中了 Brian精於功夫 又是明星足球隊的其中一員 又這麼大隻 踏一個月單車, 難不了他 Brian 其實是問明師 有一個單車慈善籌款的項目 要由香港踏到柬埔寨 香港…踏去柬埔寨? 香港有路踏去柬埔寨嗎? 都真的整整幾天?總共 28天 每天平均七個小時, 八個小時 十一個小時? 所以在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還有我們會有訓練的安排 不用擔心 好, 訓練一下吧 找我的原因 我相信應該是… 他應該有看過我的節目 知道我刻實實 應該是熬得辛苦的 絕對不可以實現 我還未認識 Brian不用擔心 有我們幾個隊友一起踏 一定沒問題的 好, 我宣布 單車遊學團長征隊 正式成立 很多人都覺得我很斯文 或者很文靜、很溫柔 但其實我是錯不定的 而且我很喜歡試身 很喜歡學習 這次的旅程 我最需要準備的 就是自己的體能 留意一下女生 就算她踏得厲害 踏一堆, 我也不打算跟她比較 我們男生當然… 男生我不會輸給她們 我一定盡力踏得最好, 對吧 我大學的時候有個番名 叫我做劍橋馬雲 他們覺得我長得像馬雲 所以我覺得自己不太像 Danny呢, 他有很多想法 然後他就會把這些想法 他懂得找不同的人去幫他處理 去組織這件事 我們在漢堡堡學校 所以我們決定要從香港 這是我最後的旅程 去加坡堡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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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加坡堡堡學校 它好像花了一個月 所以好像很好的旅程 Lawrence是一個導師 他的行程能力是很高的 他可以找好地圖 他可以設計路線 找好酒店 所以我覺得我們一起 是互補不足 有大家的長處 有大家可以貢獻到的地方 這次旅程危機處處 公司也重視安全和技術上的問題 在出發前一個月 製作團隊集齊大家開會 商討這28天的策略 因為這樣看法 你們每天要走96、118、109、103 基本上他也未必走到 所以上次跟我說想加坡堡堡 但我覺得加坡堡堡堡 所以我有個方案 就是去到我們看日光 例如我們6時 或者天黑危險的時候 我們全部不拆開 每一天就是當作每一天的挑戰 今天要開96 今天原來去到6時前 我們不能開,我們今天失敗了 例如你決定了自己要走96 你走到70,剩下的二十多 剩下的二十六就是車程 這個時間和這個距離 就要頂得很準 看回自己的能力 可以做好的目標 其實這個有一點 你們自己挑戰自己 在二十多天裡可以踩到其他 我覺得擔心就是誘惑很大 就是誘惑去那天會放棄 因為如果本身就是 一定怎樣都要一路踩一路踩 那你沒有選擇 但是如果這樣做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去到最後 時間又不夠 那究竟你衝過去 還是決定 算了,今天不能踏標呢 我自己是…在現在這一刻是想… 是想沖的 Brian,知道踩單車最重要是什麼嗎? 我當然知道,就是單車嘛 對了,所以今天我們要去認識一下 我們要來整個月的最佳拍檔 單車 我們要很熟悉它 才能確保自己的安全 這輛是不是…會是我們的戰車呢? 很帥 這輛是不是我們的單車? 沒錯,這輛就是你們的單車 我想問一下那個… 有幾個裝備 這輛後面有10個,全有兩個 加上20個 看看合不合我的高度 之前不是已經幫你量身高嗎? 量身高,但要嘗試一下 每一輛單車都是量身高的 量身高的,讓我先嘗試一下 其實我是否應該要吊著腳這樣 就對了,應該是怎樣的 坐得舒服嗎? 實不相瞞,是有點硬 其實是否應該要那麼硬 通常公路車的座位都比較硬 所以要看你習慣 那我們應該… 那你比較硬 比較硬,比較硬就不會那麼硬 今天可以碰到單車之後 整件事去這個單車的旅途 突然間好像真實了很多 這次真的來了,真的 不過踩單車也不能靠口說 當然要坐上去真真正正踩一下 我專程找了胡建生做教練 幫我們訓練和熟習在馬路上踩單車 Jack16歲成為香港單車代表隊成員 他在2008年的北京奧運 成為首位完成奧運公路單車賽的 香港單車手 找他幫我們訓練就對了 始終我們不是專業的運動員 一下子這麼大運動量 還要面對路面情況 是很需要專業的意見的 教練有不少珍貴的單車知識 和建議給我們 我每次都很留心聽 其實我們整個旅程中 二十多天大部分都是踩平尼的 但是最辛苦的就是中間有一個山 其實我相信也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最主要是希望他們可以 在安全的情況下完成整個旅程 我知道今天是要由這裡 由山腳踩到上大帽山山頂的 我原本打算是… 就像大家平常在單車徑一樣 原來這次我們直上大帽山 還要是一條很斜的斜路 那我就有點擔心 但教練不斷說能做到 那到時能否做到 你待會就知道了 很斜 繼續 很厲害 他們有四個人 他們要有一點尖前顧後 踩得快的要等慢的 慢的也要盡量跟在一起 互相…大家都有距離 期間可能會遇到很多路面上的問題 我想這些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按摩 所以我們要把槍斜沒積線 我讓他打算 讓它倒進去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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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感覺很美 我不敢說是10級 因為我知道可以做得更辛苦 踩了半小時 Luisa已經踩了四分之一的路段 而我還在山腳上捱著 撐住了… 真的不要碎風 山腳很多 你別動了, 不要放棄 加油 開始懷疑自己 有沒有可能完成這次旅程 開始極度懷疑 踩了一個半小時 Louisa已經完成了三分二的路段 對, 拿回節奏, 找回自己的感覺 外圈…走外圈 外圈是沒那麼斜的 哥, 生氣了, 風挺好看 對 這裡寫著加油 加油 我很盡力 我留在這裡 我留在這裡 在錄製 她的錄製 我也很糟糕 我不是在錄製 是 我不是在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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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裡頂不住了, 對吧 怎麼了? 我開心的 只有你一個小朋友來了 我的性格也有幫助 因為我覺得人… 你知道自己做到的話 如果你相信自己做到的話 其實潛力是大很多的 我踩到上去了 Brian, 你去哪裡? 我運了你, 全部都 很辛苦, 先踩單車 這個想像中, 辛苦很多 你別看我的樣子 我還是帶回, 保留少許專業 別看見我的眼睛翻了 加油 攝影師, 你也是, 加油 走吧 我比較重 然後上斜會比較吃力 所以我今天深深體會到 我去到半路, 我沒辦法 我逼著放棄, 要推斜, 要坐斜 你真的上不了, 已經盡力了 所以現在就開始越來越擔心 準備了這麼久, 終於來到這一天了 對, 還有很多朋友來支持我們 連我爸爸媽媽也有來 有他們的支持, 信心也大一點 我覺得今天很開心 因為有很多人來送行 有很多無論是家人、朋友 就算是記者朋友 他們都很衷心地祝我一切順利 其實很感動 其實除了心靈和肉體上 我們經濟上最有錢的 在我們年輕人裡面 黃瑩瑩, 無限量的金錢支持 一萬元的贊助 我這次會以私人名義捐出一萬元 除了用來支持你, Louisa 以及支持你所做的善事之外 還主要是希望你可以留一件戰衣給我 真是記得留給我, 加油你們 開企業的初代 健康大之內, 預備 其實我很興奮 因為終於準備了這麼久 今天終於知道自己行不行 三 整個旅程二十八天 完成八至九成就不容易了 一 祈求得多謝, 順順利利安全 一 二十八天的旅程正式開始 單車友課團, 出發 接下來的二十八天裡面 我們有血有汗, 有笑有淚 是一個畢生難謀的經歷 二十八天, 每天至少六至八小時 我們都在單車上踏 正在駕駛, 你問我辛苦不辛苦 如果我答不辛苦, 一定是假的 我想吐什麼? 要休息一會兒, 想吐 雖然出發前已經有心理準備 不過到實戰的時候 原來還有很多環境問題要應付 很辛苦 很辛苦 不行, 不要選擇你, Luisa 除了天氣, 環境和體能的問題 踏長道單車都有很多意料之外的事 糟糕 好… 走不傷 不過我們不只有一些慘字 在旅途上, 我們也有很多開心的回憶 用現在所有精力看著路 大家, 完成 完成 到這裡了, 今天真是辛苦 這段旅程真是又驚又起 絕對是我畢生難忘的經歷 為了團隊, 為了慈善 我一定要頂硬上 再見… 下星期, 我們踩到中國內地 雅煙的程度, 你們自己看吧 下星期, 星期再見 在街道中, 星期再見 在街道中, 星期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